請問柯委員 請問柯委員對於今天立法院最後達成 對臨時會達成的結果 那不管是對於之後兩個禮拜要審 考試委員和監察委員的那個名單 那還有之後可能會審付貓協議 你們民進黨團有什麼樣的看法 當然對於這次臨時會 坦白講 基本上當然我們反對開於時會 在五月的時候就有超越學商 我們主張就是 雖然學運的時候曾經立法院曾經 中斷過將近一個月 那就是用延會來處理 用延會來處理 其實我們主張延會兩個月也沒有關係 我們反對用臨時會來處理 第一個當然臨時會他 他變成特定目的 所以國民黨就是會 因為透過表決的時候 只有他們的法案才會通過 他們要處理的 像今天我們提到二十個法案 二十二個法案 他提到二十六個法案 我們的案子沒有一個會過 我們提到什麼修公投法 包括有所謂法修正 那個避罪條款 我們提到很多包括核四個問題 包括修憲的問題 他一概就是不定義 所以我們的邏輯上面 就是第一 我們在開一十六個 就是在五月底 那時候五月底以前 左右的時候 只有朝鮮行商就沒有舉讀 我們主張用延會 既然學運 連一個月 連兩個月都不睡 但所有委員會都能夠開 反正要說 變成八個委員會都開 八個委員會開的時候 假如說是用延會的話 像現在我們就可以 針對S文的案子 我們在內政委員會就把照來 把照內容部長來 找相關部會首長來結論 來追答 所以這個邏輯是在這裡 當然民進黨反對開令指揮 那今天 今天為什麼 表決說我們也是反對開令指揮 我們一定輸嘛 那政治現實上面 他要開 你不能 只有陪他玩嘛 所以我們要提示 我們認為應該 李指揮應該處理哪個案 這是我們的看法 那政治現實上當然 表決就輸了 剛才今天表決輸了 所以 變成國民黨 那二十六個案子 在李指揮裡面出現 這是第一個很基本的立場 對臨時會看法 那第二個 因為我們表決 在表決的時候 我們有反對 反對這個人要問說 你竟然反對 為什麼你要提你的案子 那我的案子一定不會過 這只是一個政治上 一個 因為我們本人的態度的展現 所以我說 那你要 你要開 我們拼敗給你 給你玩 即便所有的程序上面 表決輸了 那你這邊就是這樣開 因為 也是 也是要去面對的 因為他 他第一個禮拜 是 考試委員同意前 其實 第二個禮拜 經常委員同意前 其實 第三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是 他屬於法案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提出了 將近的二十六個法案 案子 法案要整個處理的時候 那除了考試委員 經常委員 扣除以外 因為考試委員 跟經常委員的同意 用了兩個禮拜 對 只剩一個禮拜 你要處理服貌 要進入條例 要支援條例 那還有 很簡單的 就是說 要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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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晚事件事出來 要 要7月裡面沒有完成 老同今天正行條例 那還有長照 好 那還有一糾 那還有 說組織法 現在還沒有完成組織法 不管是農業部 企業部 管制部 你一定知道 其實治理這麼多 那最後一個禮拜 只有兩次宴會 這宴會能夠處理法案 三度嘛 那現在 第一個要面對就是說 你的監督條例 目前都沒有QE 規案 都還沒復委 所以監督條例 要先能夠復委 那照這樣的情形看的話 只有 最後一個禮拜 禮拜二 下宴會 因為一定 監督條例 是被呼籲 我沒有提呼籲 那已經要拿出來表決 表決的話 這個 只能夠出委員會 所以換計畫說 監督條例只有 只有最後一個禮拜 禮拜三、禮拜四 兩天委員會 能夠處理 好 那是第一點 那資訊條例 資訊條例 我想 過去在審查的時候 很多人在現場都很清楚 對 那在最後 禮拜有幾天 禮拜一 好 禮拜三 禮拜四 三天 現在才進行到第四條 對 我們的立場 它資金區條 資金區的條例 它整個邏輯交過是有問題的 它這個是 就是 過 馬英九在2007年的時候 沈總統說 他講 一種 兩岸共同市場 是把台南的經濟綁到 大陸上面去 所以他後來又提出 所以他整個邏輯思維 是 他是在 然後是把台南的經濟 和政治綁到 和 和大陸 中共 上面去 這是二零七的時候 二零一六這次選舉的時候 他在二零一 他講 黃金十年 裡面就 這個 自由資金條例 自由經濟 四萬七 所以 你要仔細看的話 他這個東西 也是綁到一種市場的 他在裡面所設計 所有自由經濟 四萬七 就是 讓 和貿 他們整個都 設計好的 和貿易直接是反對他 他沒有跟我說 他沒有在資金條例裡面 把他放進和貿 大陸人是來在台南投資 那 大陸人是來台南有商業基流 那 這個東西他已經在兩岸關係條例 相關的 辦法裡面 已經把他解套了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延續的事情 就是說 市長他所有的東西 全是在 他都騙國際化 自由化 這個根本就是中國化 所以要從這個原點去看 你才能看得清楚 我們對於資金條例 我們為什麼有意見 他假裝是 自由化 民黨要執政 難道不怎麼自由化重要啊 他是把綁到中國化去 甚至連厚貌他也綁進來啊 他的42條 他不是把這個 到農產品可以 燃料可以進來 然後在台灣 在他所謂的資金去裡面 去加工 然後再外銷 那一部分是百分之十個年銷 這個 830種 農產品 我們禁止 禁止他進來的 他在 這隻這樣後貌要談的 他在這隻資金條例裡面 就把他弄進來 所以 大家一定要很 我希望大家很堪定 說 從這個角度的觀點 也會看得出來 他根本就是假設有化的 真的是要中國化的 他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四萬七一定是要發一個A6 要一個範圍 OK 既然有發一個 這個地方四萬七就是特期嘛 特期他當然有特錢嘛 發人員資金以及租稅優惠 那七萬怎麼辦啊 台灣有可能實施一國兩制嘛 這個 就很不可能 連這些基本公平競爭都不可能 只要能夠指淨特期的人 他就特錢嘛 所以說變成一國兩制 這個絕對不可能嘛 他還有實境的 還有悉尼的 他第一列 第一列附屬失業也可以進去 第二列服務位 服務位是悉尼可以到外面 甚至於說他 他發一個四萬七裡面 只要到裡面插去 就弄一個半四處 他是可以前電後廠 所以你要整個設計 是樓域上根本不對的 既有一國兩制 又有實境 又有虛擬 又有前電 又有後廠 那是整個台灣 台灣 台灣整個 這個結構完全拋愛了 無語吧 所以這個 這個根本不可信 我們一直講說不可信在這裡 那馬英國現在只要抹黑了 民進黨不想發展經濟 民進黨在主要經濟發展 民進黨要守國 他是要跟我們搞政治 要抹黑了 到今天我們議場很清楚 你說所謂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是一個特區 OK 我們再回頭 回來談 台灣已經走出了 加工出國區的時代了 也已經三十年前 以前我們 有獎益投資條例 然後我們設計加工出國區 也要駐稅優惠 那過去也有產業 那個出現產業生理條例 也駐稅優惠 他這裡面有七億別也有公民別 今天這些都廢止了 已經做到產創條例了 產創條例 整個我們的租稅值上的 營鎖稅值上17% 請問 我們現在的營鎖稅11% 我們戶稅比是全世界 全世界少數低的國家 我們還可能再去做 所謂降低稅負 跟國外做租稅競賽 那馬來 之前我們營鎖稅 在馬來就第一任的時候 上一階的時候 營鎖稅降到17% 那現在FDI 也就是外國人直接投資 是史上最低啊 所以我看得出來 他這一套根本不通了 這套根本不通了 我們自由化也贏過韓國 那韓國跟美國親FTA 事實上他 我們自由化已經贏過韓國了 我們要講你說 要所 現在所做的任何 不管自由化也罷 任何的政策 已經要全國一起適用 你是只有做一個示範機 然後他隨便指定 地方也可以來申請 民間也可以來申請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也可以 鼓勵申說 那這個成果 台灣未來的經濟 發展策略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今天很清楚告訴各位 就是說 他這個自由示範區 為什麼不通的原因在這裡 那簡單的 有示範區的話 就是有特區的觀念 那你一定要賦予給他 齁 你還跟你該 我去醫療 欸 外國醫生來不必知道 這個醫師法上面 要怎麼去排除 他已經外國派醫師 醫生 醫院變成一個人引以管理局 那派醫師也可以進來 外國派醫師 外國建築師 醫醫師 齁 啊所以 這個看得出來 他整個 這個設計上是 完全 不可能的 所以 那未來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只有三天 那過去我們一直主張 要一跳一跳好好審 我想外國草很 在這個時間上 旁邊說 要委員會去看嘛 他只有 他只有 用 用張信聰模式嘛 剛剛給他出委員會 然後 用他人數多次來表現嘛 所以 黃昭順主張說 一個人只能 每一個條件 一個人只能講一次 一次三分鐘 這我們絕對不可能接受 可是搞到 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們終於 我覺得 說可以 一次至少十分鐘 可以講很多次 我們要藉著 我們對這個 自由經濟十萬區 的論述 那 抽破他不可行列當 一條一條好耳神 然後 讓 所有的人 台湾人民 都不知道 啊這根本就是騙台人 這一搞下去 台湾更完蛋 所以馬上現在 只能用政治出來 一直講說 民進黨 反對經濟發展 民進黨阻礙 自由經濟區的檢查 是根本他們在出來的 所以 最後 這一個禮拜 說 我們會好好去 論述 我一場 長期以來 就講的 我們一條 這是要自己 和我講的 我們 我們是 我們有自己的版本 我們是很複雜的 那 那 那 剩下一個就是進入條例嘛 那今天講過 其他三千萬的共產黨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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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給掉了 那最後一禮拜 你出於 規案檢討 出到為了 會在於什麼 所以整個未來 整個 營會的樣態 差不多是這樣 那這次營會是 這樣看起來 他要 反正就要紅毛 根本就開玩笑嘛 那顯得在這個 對面來說 張志欣要來 這個根本就是 一種 直接挑釁 十月不對嘛 是 然後要 胡莫 已經 我跟 曾經跟王玉琦講過 你在今年二月份 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說 你二月份看到張志欣的時候 你要跟他講說 怎麼講胡啊 我問 我們 怎麼講 怎麼同鄉花紅線 你不可以 去談 一宗 黃家圓得在底下 讓他真正在賣 第二個 我就告訴他 你就跟張志欣講一句話說 課長上講的 胡莫通過幾位 去軍營 這今年一月十四 那時候 就有人 叫他去轉他 你胡莫 先以前不讓我們知道 先以後不能改 對 全世界有這種東西嗎 所以 台灣那邊訪問胡莫這是很正常的 那張志欣就是來 他應該今天 不同的聲音啦 那今天有一個國民黨 我們年度多 什麼都會過 你要聽聽台灣人民的聲音 聽個 年輕人的聲音 聽到民營黨在這方面的看法是怎麼樣 所以 陳德尼時會比較複雜就是說 又 這麼多的政治夾雜在裡面 又第一個 他本身有兩 兩不一樣 因為 經理委員和 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 很不一樣 又有 監督條例不一樣 又有 又有兩個統一權 又有兩大中大法案 國貿 資金軍條例 又有福貿 我說 你國民黨 是切手翻譯啊 你能搞這麼多啊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這零次會 絕對不是只有一次的 必有二次之類的 但是我們民黨其實非常 認真負責的 在每一關 每一關好好的 非法 就看進來 這是我們議長的態度 那所以柯總要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呃 之前 不管是網友或者是媒體 都有在推測 就是說 這一次臨時會 不可能只是一次嘛 對 可能會在 呃 八月底 應該八月中到八月底 這段時間 召開第二次臨時會 那 那民進黨目前也是推測 這個是有可能還是 因為他這個是在開到七月十號 那這個推測就是 第二次臨時會 除非他第一次臨時會 好 能夠把資金條例 或是 建築條例 出委員會 那出委員會以後 一個月才能夠表現 假如他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出一個月的話 出委員會的話 他會可能會很快的 接見才開一時會 那這個出委員會 一個月以後再表現 所以假如他這樣硬要幹的話 也可能二次三次都有可能 但是 有這麼簡單嗎 好 那我們會很負責去 去把 去看緊的啊 尤其 台灣人民在選議以後 大家對真正都很清楚 看出口貌是什麼東西 禮案的關係應該是怎麼樣的 你馬英九一個 只剩下九八總統 你要 你想要馬其衛 你要用這個去加馬其衛 有可能嗎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臨時會 要開以後 到最後一禮拜 結果是怎麼樣 才能夠了解 第二次是怎麼說 有可能第三次 這怎麼那麼可能 那麼可能 那就是 沒有就是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堅持我們應該堅持的 那我們好好去論述 我們要打破馬英九就是長期年 某些說民進黨反經濟 民進黨反自由化 你這是什麼自由化 對 而且 所有的全世界的談判 降低官稅 降低官稅等等 一定要有對手國的談判以後 才會浪的問題 哪有現在先把它浪掉 然後 讓導遊融融融進來 這個東西 我想 他 有不意算盤大 打錯了吧 那就是說 目前 所以目前可能 太師是說 因為這一次 剛剛柯仁還有提到 他不可能在 審完 考委和監委之後 他還有力氣 在那個一個禮拜內 去 處理那麼多爭議 處理那麼多爭議 你們在立委那種觀察 我想我少在立委天單時間 你們也 晚上12點 你們也要到12點 那我們在裡面怎麼打 你都看得很清楚 對 以你的觀察 國民黨有這種忍耐嗎 只要民主 只要我想我們民党 不管國民黨在想什麼 我們 堅持我們該堅持 我們論述我們該論述 我想 這樣很多事情都會很明白 他 他要 他以為 這個 能夠很 很照他的規劃 這樣很順利的完成 這可能性 很 很低很低的 所以 照目前這樣看的話 比較有可能是說 這些 比較爭議 重大爭議的法案 在最後一個禮拜 可能他們希望完成 都不會是可以出位 就這件事情 困難 困難 也是很困難 何其困難 但是 這是 我很持平的講 我們有時候繼續 也有時候能力 至少 我們基本的論述 那種台灣人 這次 更不可行 也有可能一國兩制 這不可能 然後 關於那個 兩岸監督條例的部分 我剛剛在訪問 剛剛少爺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 就是說 這個兩岸監督條例的部分 就兩國論入法 對對對 他有提到兩國論入法 對 他有提到兩國論入法 還有行政 立法權益 這樣行政權的這個問題 他的監督條例 是沒有監督的監督條例 這種監督條例不立也罷 他講他的什麼 四階段 他講說 這個四階段 不立法也可以出位 然後他這個 不可以修改 所以他這個 他的所謂兩岸 這個 協議主義監督 那兩岸根本是假的 至於兩國論入法的話 不要談不清楚 這是照之後再來談 這個當然我們寫的版本 我們在1993年的時候 1993年我們 我們近來立法院的時候 就 那時候我們就提出這個 台灣人中國第一位處理條例 為什麼 那時候有顧問會談 立法院也沉一沉 那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 其實有版本 只有張宏基里以前 叫兩岸根本 兩岸協議處理條例 後來我們這個案子 在 集出來的時候 他 平常被他們打掉了 所以立法院在1993年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 因為有顧問會談 沒審過兩岸根本條例 所以在 你想二十年前的時候 因為兩岸還沒有生涯 現在這樣的緊密 那時候所有立法院都會提出了他們 這樣還沒有接觸 所以必須要一些進度條例 必須要接觸與條例 所以 所謂的台灣與中國 這是到最後 這是到最後 我想這個 這是你的名字 最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內容最重要的 內容不對的話 名字這什麼樣都沒有用 那名字到最後 這個名稱到最後是在出一個事情 這樣 OK 可以 我們想請問一下就是臨時會和延會有什麼不一樣 OK 憲法規定就是說 第一法定開會是到 第一個會期是到 五月底 第二個會期到十二月底 二月到五月 九月到十二月 就是法定會期 假如放鬆這個月到五月底 就是結束 那臨時會當然就是說 特律事項 要有特律事項 或是有緊急事件主義 所以過去 在民國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的時候 老蔣時代開過兩次臨時會 當然民進黨執政也開過臨時會 但是國民黨現在是臨時會 更常態化 而且 在二零一年的時候 一個主席要開兩次臨時會 齁 所以臨時會和延會 延會就是說 立法院過去都會延會啦 你說到五月底 然後 高分都會延到六月中 那種 有些法案沒有處理的 像這次國民事業醫生都沒有處理 國民黨好幾部負責 這會期至少國民事業要處理完畢 一百年二年度的國民事業 他也不處理 一百年三年度 現在已經六月了 到九月的時候 那整個 年度快要結束了 所以國民事業 假如沒有處理完畢的話 就會延 延到六月 法制 應該做了事情做完 這是所謂延會 台會使用 延長 所以還在延長 他不用延長 他把你結束掉 用零十位 零十位 零十位就是特定目的嘛 特定目的就是他們的主導 因為照今天這樣表決 大家有很清楚嘛 我們兩個 我們也 弄二十個案 他弄二十六個案 我的案子絕對不夠 表示已經不見了 就算了他們 這是他們的政治計算 嗯 那 剛剛那個言文審議員 有調到就是說 他舉至今區審查的例子 然後他認為就是說 像上次有一次 在審查的過程裡面發生 就是光總則兩個字 然後可能 在一黨立委 就用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去討論 總則是很重要 我們如果論述這個事情 像那次我第一個上台講 我講了二十分鐘 他是說總則這兩個字 在修改 他覺得有點 我沒有修改 我們在講 不是要修改你總則 我們在講 你這個法案 整個立委的意思都不對嘛 對 這個規則嘛 你都在現場嘛 剛剛從第一次 我就上台講 二十分鐘 我是 問廣中民 到底我們現在還 沒有需要 有特區的問題 這個時工變成也不一樣 又不是已經交通過期 這個總 所以這是對於整個立委的議員 論述嘛 過去 我講坦白 過去我們在在黨的時候 我曾經為了 第一條條文 我一個人就講一天 讓他整條文沒有辦法走下去 因為 我們在講是講整個法案的 立委的意思和邏輯和結構上 都有問題 結果開頭當然是講這個東西 這不是討論總則兩個字 這個立委的當然很清楚嘛 第一條是很重要 然後第三條定義 這些每一個都是一關抬關的 因為這條是定義嘛 定義低劣事業 定義低劣事業 什麼事 延期事業 還有什麼做收音事業 每一條都很重要 因為每一條聽證到整條 以後的總項 所以他當然 這個論述 本來就是 需要的 有人說 只有什麼 總是在總則 又不是在收音解釋 在講你整個立法意思的問題 邏輯的醜物嘛 你這個根本就是 假自己的話 真的是 政府 中國話 這立法委講 在法案審討的時候 是 過去從來沒有人去寫的時間 成立為了專業法 法案審判是兩個人員 為了挑戰一天 這是代表立法論述能力 論證能力 這個立法委的論證能力 這是展現立法委的論證能力 是 可是我想請問的是說 就是他 他舉這個例子來 來批評民進黨就是說 用很多方式 用很多這樣的方式 是假審查爭卑的 那我想請問就是柯總 就是說 你對於 林鴻思委員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他認為民進黨 或者說在野黨 他不希望經濟進步 然後用這種方式 就我剛才一直講 他只能講這個話 在整個政經條例的時候 請問董長哪一個人 敢問他們版本來 來背書來講 都沒有 從我來嘛 什麼假審查 什麼 真審查 揹個你就是 揹個你也是應當的啊 我們弄你這個不行了喔 我們要修改你的法 修改啊 然後 什麼你起了法案 我們就 只從我贊成了 真的是在跟你審查 什麼假審查 揹個就是 對你這個有意見嘛 我們沒有 不是用揹個的 是用 用論述的 拿來揹個 是你在背書 你怎麼法案進行啊 你讓一個人只能講 一分鐘 三分鐘只能講一次 你這樣才是背書 然後你來講 這是真審查 否則 我們為什麼 也提出我們最愛的版本 這是真審查 他真的要給你修改啊 本來就 哪有你國民黨 提的法案 因為我們 集中所贊成都不能 不能 不能去論事 不能反對你 因為你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反對你啊 我們要修改你啊 這不是所謂別格 別格是我們都是拿到 才知道別格 我們聽好 可以 好 這樣